政經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好 今天是週末 帶大家出來玩一玩透透氣 接下來我要帶大家到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美國很著名的音樂之都 它是哪裡呢 New Orleans 嗎 不對 它是在 Massachusetts 在美國的馬賽諸塞州的一個小鎮 叫做 Lenox 這個小鎮很特別 它是很多的音樂學院 音樂表演會聚的地方 這個小鎮不大 非常的精緻 那人口也不多 但是它卻是美國非常重要的一些 音樂表演的重鎮 所以他們有一些音樂季節 那我來到這裡幹嘛呢 好 我先賣個關子 來 我先帶大家 先去看一下這個小鎮的風光 好 現在這個地方呢 就是叫做 Church on the Hill 欸 很有趣的一個地方 好 你看 因為這個星期這個月是美國的同性戀的一個活動月 所以到處都看到這個彩虹旗 連教堂也淪陷 看了真的很碍眼 天佑美國啊 天佑這個世界 好 我們接下來往下看 這是一個叫做 Church on the Hill 來幹嘛呢 我們再往下走 接下來這個是美國最有名的觀光景點 而且到處都有 遠遠遠看以為在下西洋旗 這是哪裡呢 這是美國到處都可以看到的觀光景點 叫做孟宰浦 孟宰浦是什麼呢 孟宰浦就是英文的孟宰浦 美國人的這個 跟這個台灣人不太一樣 台灣人要把這個墳墓弄得很陰森森很恐怖 然後都放在這個很偏僻的地方 美國不是 他就在都市裡面 這個人跟這個過往的人 一起大家和平相處 而且他們把這個墓園做得很神聖 莊嚴 因為你看以為在下西洋旗對不對 好 今天這個地方呢 叫做 Church on the Hill 我來幹嘛呢 我來看我女兒表演啊 這個Lenox 位於Massachusetts 跟New York的交界 這是一個音樂之都啊 學音樂的人一定知道這個地方 美國呢 應該這麼說吧 說不定世界 最大也是地位最崇高的一個音樂營 就是我現在所在的地方 這個音樂營是專門針對青少年所設立的 他叫做 Tango Wood 那他是 Boston University所隸屬的一個音樂下令營 他向全世界所有的管弦樂跟音樂愛好的青少年 發出這個召集令 然後考試 要透過重重的考試 復取之後 他們會給一定程度的獎學金 然後讓你來這邊參加為期四個星期到兩個月的訓練 那我女兒很榮幸的成為在這個Tango Wood營隊當中的大師班 大概說不定是台灣的唯一代表 我不確定 因為其他的 據我們認識的周邊 好像還沒有很清楚的看到有台灣來的朋友 小朋友 那今天呢是他們的結業典禮 所以他們在這裡呢要有一個演出 待會再大家來看 他們很特別放在一個教堂裡面 這整個Lenox呢是一個音樂之都 這個音樂之都也是 美國的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的一個演出的重要地點 這個Lenox呢到處飄揚著古典音樂 他有看不完的聽不完的古典音樂的表演 那美國的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 跟Cleveland Symphony Orchestra 跟Chicago Symphony Orchestra 跟我女兒所屬的San Francisco Symphony Orchestra 還有LA Symphony Orchestra 共列美國的前十大管弦樂團 那待會呢 我要確定一下裡面能不能錄影 如果可以的話再帶大家一起來 欣賞我今天提早來 帶大家來看一看 等一下即將要演出的 看看經過四個星期 大師班的調教呢 情意有沒有精進 帶大家出來輕鬆輕鬆 待會見 好 剛才看完的這一段呢 就是我要進入這個Church of the Hill 去看我女兒在這邊三個星期之後 的一個成果 這個三個星期呢是Universe of Boston 他的一個叫Tanglewood Institute 他的一個音樂機構 是全世界知名的 那這個音樂營是針對於他這個年紀的青少年 選拔全世界青少年音樂方面的精英 在這邊做四到八個星期的集訓 所以也會來自世界各個國家的 那前面這一段呢是大師班 是比較難進去的 就是說他們會派出頂尖的 比方做鋼琴的 有鋼琴的 小提琴的 中提琴 那我女兒是Viola 是中提琴的 他們會派出頂尖的師資 來培訓你 那是要錢的 很貴 但是他們會給獎學金 好 那這個部分呢 是比較難的 後半段呢 是比較多人可以入選的 就是他們會有一個大的 將近六個星期的 呃 就是 就是大家在一起 一起練一首曲子 最後有一個大的表演 那我女兒因為時間的關係呢 他只參加了前面 這個比較難度高的大師班 好那 我其實在美國這一年喔 因為黃偉 劉成武 姚念慈 蔡同學的 呃 會我良多 讓我有機會回到了 當時其實我念完博士 本來要留在美國的 當時一念之間我就回到台灣 可是我覺得上帝把這個時候 在我帶回來美國 其實是個最好的 最好最好的一個決定 因為在我年輕 呃 能力很強的時候 我回來報仇我自己的國家 到現在呢 是我的孩子 最需要一個非常好的 教育環境的時候 上帝奇妙的 用他慈愛的手 用一個通緝我的方式 讓我能夠義無反顧的 切割掉台灣現在很多的 呃 琐事 讓我不得不留在美國 也因為我的不得不留在美國呢 成就了我孩子不同的教育跟事業 呃 我兒子今年在台灣的話是小學六年級 他現在一百八十三公分 他每天打籃球 他每天花五個鐘頭在打籃球 快樂的不得了 到處去爭戰 他是籃球校隊的隊長 我心想想我感謝主 如果不是上帝特別的眷顧我的家人 你想想看我的孩子 如果現在小小小 初中三年級在台灣 現在會過什麼樣的日子 每天補習補到 十點十一點 回到家念黃肌壽 睡眠不足 然後回來還要跟我大眼瞪小眼 我要教他數學 教到兩個父子 都快都快都快這個不講話了 然後 呃 升學的壓力喘不過來 怎麼打籃球 而且身心的發展會非常的不均衡 感謝主 那我的大女兒呢 現在正要考大學 準備上大學 十一年級正在申請學校 那如果不是因為來到了美國 他哪有這麼多的機會 去參加舊金山拐弦樂團 世界知名的拐弦樂團 又到了Boston的這個Tanglewood 來接受第一流的訓練 雖然他將來不一定要走音樂 應該不會走音樂 他就算走音樂 他也要想走流行音樂 那但是這一些人生的經歷 真的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對我的孩子來講 對我們的家庭來講 都是一個極大的祝福 其實我在美國的這些年來 這一年來 跟我在美國一九九五年 一九九一到一九九五 待的這個五年的時間 我其實體會到一件事情 美國有一種價值 值得台灣人學習 要成為世界第一流的國家 不是窮兵獨物 不是有錢 不是賣軍火 這些都不是 最重要的是 這個國家要有一些價值 實在 這些價值曾經是我很欣賞 美國文化的一個核心 但是現在看起來 因為 最近美國的政壇 再加上網路 其實這些東西 讓我覺得有點陌生了 不過我還是看到他們追求的某一種精神 我就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就以孩子們 念大學 申請學校的這件事情來看 你知道 這個東西跟政治也有關 美國的大學挑選孩子 跟台灣那種假的包裝的 什麼學測也好 機測也好 什麼看課外活動表現 那都是假的 全是包裝的 美國的大學看孩子的這些成就呢 是多元的 當然 雖然 在美國的很多亞裔的 還有這個 不同文化的 包括印度裔的 中國的 台灣的 韓國的 不要歸去笑 邊沒有尾巴 邊笑歸無尾 都一樣 有一種作弊的文化 有一種造假的文化 有一種過度包裝的文化 我一直提醒我自己 來到美國 不要做一個 Asian Parent 不要再做一個亞洲的父母 亞洲的父母 腦袋裡想到的就是 孩子要進名校 要念 奠基 要念 要做這個 第一流的學校 想盡辦法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所以我必須要 犧牲孩子的睡眠 健康 逼他學這個 逼他做這個 然後不管他喜不喜歡 那到頭來要申請學校 就要盡量包裝 把它包裝的完美 錯了 我時時刻刻在提醒自己 雖然我協議裡面留著這種 這種文化 但是我不斷地提醒自己 讓孩子做他自己 父母親放手 只要他不學壞 讓他找到他的興趣 就像我孩子的 籃球教練說 他對他的兒子 期望只有兩個 一個是be good 一個是be happy 如果今天台灣的每一個父母 教育孩子的過程 都能夠讓孩子 只要學好 只要快樂 這兩件事情就夠了 其他都無所謂 功課不好沒有關係 替他找到興趣 每一個孩子都有上帝給予他的天分 不是每個孩子都適合在課堂上學東西 英文數學物理化學 只有少數人有能力 特別是數學物理化學 語言是另外一回事 語言是任何人都可以學的 連美國紐約街上的遊民 他都可以講一口流利的英文 所以不管你個人認為 你是不是學習得了 語言絕對是一個重要的資產 我在這邊建議大家 就是不是只有英文 像我小女兒 最小女兒學法文 所以我昨天聽到佟文軒律師的 台北市長的選舉證件 如果今天我要選台北市長 我的第一個證件 當然啦 這個逮捕蔡英文 可能是我的第一個證件 因為他是台北市民 而且他在台北市是一個現行犯 除掉這個論文文不講 我的一個第一個重要的教育證件 一定是讓台灣的學生雙語化 這個雙語不一定是英文 那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 一定要配套讓台灣的雙語教師 要充分的公益 我們寧可不要拿錢去買邦交 去買那個沒有必要淘汰掉的武器 去做潘納 去這個什麼慶富案 列了一件案 然後去炒作高端股票 要把這個錢省下來 花在孩子的教育上 我苦口婆心 拜託我們的政客們 拿出良心來 要把這個能力資金投資在下一代 你們這一代腐爛就算了 像蔡同學這樣子從頭爛到腳 你就自我放棄 不要再跟這種狼狽為奸 要把台灣有限的國力投資到下一代 我看到美國這個國家 他們怎麼選孩子 就跟選候選人一樣給各位做參考 他們要選的人 不是你拿出來履歷表多風光 你做了什麼什麼什麼一大堆 他們要看的是一個孩子的credit history 他要看的是這個孩子成長的過程 不是看他眼前在做什麼 台灣的聯考試喔 你可以打架作弊無所不為 只要高三努力讀書 你一樣上台大 只要你考試一次跳起來 這種人很多 我周邊同學很多 睡覺睡了兩年高三突然起來 進了台大 老美不信這一套 他不要這種學生 他要什麼樣的學生 他要看到這個學生找到自己的興趣 不管他的興趣是什麼 他數學不好沒關係 數學金再差 但我看到了你在某一方面的才能 我就會要這樣的學生 好 另外呢我要看你長期以來的表現 這就是我說選台北市長 你不要看他 口號講一大堆 你要看他過去人生當中做了什麼事 特別是步入政壇選舉之前 往前倒個三五年 甚至五年十年 你看看這個人作為一個台北市民 做一個中華民國國民 他為這個事為這個國家做了什麼 第一等人是犧牲自己為了國家 為了公平正義為了理念 你去看看這個人 人生的歷程中有沒有犧牲過自己 坐過牢被迫害過 被網軍洗底過 做過什麼樣的事情 出錢出力為了實現他的理想 而他的理想不是從政 他的理想是共性給這個國家社會 這是第一等人 第二等人是他呢 不見得損己也不見得利己 但是他長期的為一些理念在工作 不是到了選舉才出來工作 去看看他打算興起從政念頭之前 他做了什麼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蔡同學就是一個典型的騙子 他在踏入政壇之前 從來沒有參加過大學的 有關的社團 到了英國讀書到了康乃爾 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一個關心台灣的社團 做過關心台灣的任何運動 一個都沒有 我先不要講你是藍或綠 你參加保調也好 你參加這個 台獨運動也好 你參加過這個抗議什麼 什麼誰來訪美 你有沒有做過任何一件 你聲援過誰 你參與過什麼人權運動 蔡同學的經歷一片空白 好 我回到剛剛講的 你的人生經歷當中 有沒有曾經為了你的理念 不管你的理念是左是右 有沒有為你的理念付出過 在美國篩選孩子也是這個條件 他要看你長期以來的努力 不是到了高三或高二的時候 突然履歷表裡面多出了一大堆的這個志工那個志工 或者是這個聯盟這個這個紅十字會 又投入什麼什麼 又人權又法治又民主 沒這回事 他要看你從小到大 你是不是持續著為了某一種理念奮鬥不懈 那今年我們有一個台灣有一個諾貝爾提名的人 其實諾貝爾提名門檻沒有那麼高 但是我覺得他確實是值得 而且是值得得的 就是台大農推系的一個女生叫做沈心靈 他從小就在他的家鄉貧窮的雲林家鄉 關懷果農關懷弱勢 然後為他們搭建平台 從他懂事以來 一直沒有改變過 而在他開始做這些事的時候 他也沒打算去申請大學 他也沒打算要從政 也沒打算要申請什麼諾貝爾獎 他就是實現他的夢想 那我很榮幸沾到這個光 因為他的碩士是在台大新聞研究所念的 他的碩士論文 他的對他的碩士是在台大新聞所 我不是講台大農推系的這一段 我講的是他的碩士在台大新聞研究所 我是他的指導教授 他的論文是我親自指導的 那當然這個有狀元學生沒有狀元老師 所以我沾他的光 我剛剛要講的是說 在美國篩選孩子 是從這個角度在看的 同樣這個角度也可以提供給選市長 選總統選所有的政治人物 第一個看他的履歷 不是看他現在或者決定從政以後他做了什麼 而是在他高中大學一直到出了社會 他如果是一個熱心公益 關心國家社會的人 他有沒有做過 一連串 氣而不捨 永不退縮 甚至被打壓 被批判 他都仍然堅持不懈的 不懈的做什麼事情 是為財團錦上添花呢 還是為了弱勢團體 這個都是美國篩選孩子的重要的因素 台灣炒短線 美國看一個人 看他人格培養的過程 我覺得有些價值是值得我們去領會學習的 我也是在陪著孩子走申請學校的路過程當中慢慢去體會 我們這種台灣式的文化 或者中國中華文化留下來的文化其實有很多的缺點 看看別人也許我們可以有一些反省 這也可以作為我們今年選總統選這個市長縣市長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一個參考 進度廣告馬上回來 這張文化 在親愛的壓pound 逐漢 裡面 你們 沒有人 在一起 進��게 It's like watching the sunrise High tides When no one by your side It's like you're at a movie Then you see a lover walking by It's like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But at the apricotry sky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I've walked this road There's not an end I've served this scene Found no one there What's the point of staying to be open If you have no one on your end It's like you're in a paradise You're dancing But everyone is blind It's like you're at a party I'm laughing but you don't feel alive Can't feel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But at the apricotry sky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If I jumped out Oh, down the river I jumped Would you leave me there Would you come down to Would you say the things That you want me to say Like I always do If you don't okay It's nothing new Well, down the river It's – 今天來的呢都是一些家長跟一些音樂學院的一些教授 他們也來看看挑挑學生 因為這個在 Boston University of Boston Tanglewood Institute 這是一個非常知名的音樂機構 他們培養了非常非常多全世界頂尖的音樂家 好 我們來看看這個內局不必親嘛 我來秀一秀我女兒的情意 謝謝 我們來看看這個內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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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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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这一切都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表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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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arch degree examinations 李宗盛 全部来自所导言 挖出的旧文件 确认了蔡英文的学位班寿呢 更何况我们前面已经多次谈到 档案室并不是学校的学位认证单位 第二 档案室并不保存学生个人记录 却详细记录了蔡英文个人 在学位授予后 持续催促口试委员和候选人导师 交回考试论文长达一年半 但是没有书目条目 说明是否曾经收到过这份纸本论文 难道这不属于学生个人记录吗 第三 既然当时学校曾经持续催促 口试委员交回纸本论文 显然伦敦大学清楚地知道 蔡英文的口试委员是谁 并且有记录保存 为什么到了2022年 伦敦大学却一问三不知 全部推给了机构成员LSE呢 第四 Research Degree Examinations 特地用Grain Record Form And The Reproductions of Thesis Form 通常会和纸本论文在考试后一段时间 一并送到Sandy House Library 来暗示当时确实有送一本纸本论文给总图书馆 但是总图书馆却从来没有提到他们收过这份绿皮记录 以及论文的复印记录 Research Degree Examinations不止说法矛盾 如果回头比对最初的那一封LSE研究生的学位单位 就是Research Degree Unit 2011年7月13号 吉利带风向 证明蔡英文拥有博士学位的信 就会发现两者包庇掩护的手法 根本就一模一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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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经关不了 关不了政经 在2011年企图用电子邮件来证明一个实体不存在的东西存在 实随之位之后 2015年因为要出来选总统大选了 他再玩一次 好 这次怎么玩呢 我们来看看啊 在2015年呢 这次偷渡了AB档案 我要讲的是说 他新北选举偷渡了一次 总统大选2012偷渡了一次 2016偷渡了一次 2020年被抓包 那时候2019年又玩了一次 所以他知道自己要进入公共领域被检验 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 他又偷渡了一次 所谓的AB档案 Bundled and Closed and Opened Open Bundle Closed Bundle 又玩了一次 他企图用email来证明他是有学位的 他用电子邮件来证明他的学位是存在的 好 那么他的升级版就是到了 在2019年的6月份到9月份 他在2015年的时候呢 他企图把他的学位这些东西呢 档案归咎于有一个旧的办公室被裁撤 我想各位还记得吗 因为旧的办公室被裁撤 所以他们只保留部分的记录 企图把这种方式来切断时间的断点 而这中间呢都有内应 在英国伦敦大学跟政定学院当中 都有人在里面串 这些人都会被棋底 你不可能永远涂黑 到了刑事法庭的时候 你怎么涂黑 这是不可能的 而且刑事法庭的时候 还要掉阅当证人 我告诉你 蔡同学那时候 刚好是你下台的时候 你逃地贸闹闹随郎子引注意 這是不可能的事 好 我们再往下看看 在2015年呢 你的这个旧的成绩办公室裁撤 这是企图制造断点的地方 到了2019年的6月9号 6月到9月 这时候是开始偷偷 初度學生記錄表的時刻咯 在9月3號去函 總統府的御用律師連元龍說 9月3號向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調閱學生資料 9月4號就出現在總統府的臉書上 包括他的學生記錄表 包括了9月23號的記者會 又出現了將近20份的文件 這是飛鴿傳輸嗎 有這麼有效率的倫敦政經學院 9月3號去調閱 9月4號就拿到手 好 接下來我們要說的是 在9月23號的記者會 又補了一堆的文件 對不對 白手套做了個魔術秀 一直到最近他發現說 糟糕有一個東西 怎麼樣有無法支援其說 就是兩個口試委員都不合格啊 怎麼辦 於是在2020年的6月11號 來來回回包括陳詩婷 包括了李彥宜 運用了好幾個電子郵件 一會兒去找Archive的Sue Dunderley 一會兒呢叫Sue Dunderley去跟 Kevin Hens Kevin Hens去找Sue Dunderley 企圖用這種手法來完成 張三說李四有 李四說張三有 然後我同時為個張三跟李四 然後叫張三跟李四去比對說 哎呦原來我們都有 你也太可笑了 這個陳詩婷加上李彥宜 將來一定是我的被告啊 我估計你們在這個案子當中 至少有個三年以上的徒刑跑不掉 所以你們要好好的面對 再來這個事情呢 一直到2020年從6月份一直持續的做偽證 到今天試圖偷渡第三個口偽 Richard Dell 結果被打臉了被行政法院打臉 好 接下來我們首先呢先來看看在2011年 就是這個部分是在2011年偷渡了一次檔案 然後在2015年又偷渡了一次檔案 我們接下來來回顧一下 我們在宇宙政經學院的海外論文門的 偷渡檔案的精華 Emily Brick可以在WhatDoTheyKnow.com公布的A檔案 只能夠證實蔡英文的論文早在2011年之前 就已經不存在 但是想要創造論文 1984可能曾經存在過的假象 可能還要加把記錄 因為他們一出手就出包 如果說如他們所說檔案室的資料可以證明一切 那麼為什麼倫敦大學的檔案室說 蔡英文是1984年的2月份頒授學位 但是LSE的檔案室卻說是1984年的3月14號頒授學位呢 難怪LSE2019年的10月8號的聲明要說 We can be clear that records of LSE and of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the degree awarding body at the time confirmed that Dr.蔡英文 was correctly awarded a PhD in law in 1984 因為雙方還搞不定到底是哪一個月份頒授了學位 這明顯表示 這個時候的倫敦大學行政體系早就知道 蔡英文可能面臨的虛假學位問題 但是行政高層甚至利用檔案室的資料 阻礙了校方自己的內部調查 但是2011年的神秘論文消失事件 在蔡英文的第二度競選總統的時候 再度死灰復燃 2015年6月24號倫敦時間上午10點3分 倫敦政經學院的圖書館發了一封求助信件 給倫敦大學的Sanninghouse Library總圖書館 這信中寫道 有人要求我們提供一篇在Procast 所引的論文 不幸的是我們的圖書館沒有這篇論文的記錄 我也在倫敦大學的總圖書館的目錄當中找尋 仍然無法找到該作者的論文 根據我的經驗 倫敦大學總圖書館應該保留著 他們所持有倫敦政經學院學生的論文記錄 但是有一種可能是 它已經被退回 我已經檢查了我們的校友的資料庫 我可以確認蔡英文確實在1984年獲得了法學博士學位 這個疑問相當的緊急 有關的作者是台灣一個政黨的領導人 正在參加即將到來的選舉 她正在接受大量的宣傳曝光 因此在過去的兩天里 我們被多次聯繫 如果你能在今天結束以前 給我發電子郵件或打電話 讓我知道有人正在調查此事 那就太好了 倫敦大學總圖書館在同一天的上午11點19分回信表示 我已經為你做了一些調查 可以確認我們的線上目錄中沒有關於這篇論文的記錄 然而我們確實有一個舊的卡片目錄 涵蓋了20世紀80年代的論文 其中有一張卡片表明 我們應該收到這篇論文 但它從未收到 不幸的是我們沒有給出未收到論文的原因 這對我們是毫無幫助的 這篇論文似乎沒有被保存下來 這篇論文似乎也不在大英圖書館的ethers的目錄當中 你可以試著聯繫一下 看看那裡是否有人可以幫助你 倫敦政經學院的圖書館員 隨即在當天上午的11點26分 發信給了倫敦大學的成績辦公室 Transcripts Office 被告知沒有辦法找到蔡英文論文的問題 對此該辦公室在同一天下午2點28分回覆 我在我們的系統中查到 蔡英文於1984年在LSE獲得博士學位 我們過去有一個高級學位辦公室負責處理所有的博士學位授予事宜 這個辦公室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我的理解是所有本應向該辦公室提出的詢問 現在都有某一個人來處理 這個地方涉及人民跟職位被塗黑了 因此你最好能夠與他聯繫 在成績單辦公室這裡我們只能夠確認博士學位的授予 從這裡我們可以發現倫敦大學的校方進一步的包庇手段 蔡英文學位被授予的訊息來自於已經從2011年的辦公室的檔案 在Archive2015年被搬到比較正確的位置Transcript Office的辦公室 在2011年的信件來往的過程 確認蔡英文學位從來沒有提到Transcript Office都是從Archive裡面翻出來的 沒有其他單位聲稱確認蔡英文的學位 但是2015年開始由成績辦公室Transcript Office這個比較符合正式管道的單位來確認蔡英文的學位 很吊詭的是Transcript Office又不敢捏造歷史資料 乾脆說過去曾經有一個Higher Degrees Office負責博士學位的班授 所以資料都應該存放在那邊 但是因為單位被裁撤了 所以我們只能夠確認學位被搬售 言下之意就是Transcript Office沒有保留蔡英文過去的任何學位證明文件 Transcript Office甚至不敢明確地說出上一個辦公室的正式名稱 怕被進一步查詢 所以直接以小寫寫Higher Degrees來統稱前任辦公室的名字 這再一次證明蔡英文學位認證的異於常人 但是如果Transcript Office說的是事實 我們就要請問倫敦大學的Transcript Office 依照你的說法當初的辦公室裁撤 造成資料交接有問題 那是所有1984年份畢業的人 通通都是只能確認學位被授予 而沒有其他的證明文件 還是只有蔡英文一個人是這樣呢? Transcript Office的說法顯然又經不起考驗 這封心虛的自白信也證實了倫敦大學包庇蔡英文學術醜聞的鐵證 唉蔡同學這麼著劣的手法 你期望你還能騙多久呢? 好我們到了來看看This is a note 這本全世界看了都當笑話的筆記本 今天要看到的是在157頁倒數第六行 倒數第六行呢 最左邊一個字 那麼你現在這個情況是你左右都要對齊嗎?對不對? 所以你左邊對齊 你右邊也要對齊 因為你開始進入了一個比較先進的打字機 或者是電動打字機 結果你在157頁倒數第六行的最右邊一個字 又犯了從頭到尾一樣的問題 就是句點的後面莫名其妙又空了一個字母 這個狀況在你整本論文當中至少發生過50次以上到目前為止 那你的指導教授或是檢查你論文的人怎麼會看不到呢?隨便一看就看到了嘛 更何況你的感謝頁連你的指導教授的名字都拼錯 Elliott E-L-L-I-O-T-T-T 你變成E-L-I-O-T 這不是要氣死人嗎? 唉你真的是別再鬧了 好了又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刻 我們來看看上帝帶給我們的話語是什麼 在詩篇37-9 上帝再次告訴我們怎麼看待惡人 神經上說因為作惡的必被檢除 唯有等候耶和華的必承受土地 意思好像是我們將來會有很多土地 這個要承受 就是要耶和華相信等候耶和華的人會承受土地 作惡的必被檢除 這是上帝的話語 祝大家平安喜樂有個愉快的夜晚明天見 這首歌曲 是為了 我選擇 我選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